在过去的几个月 北京一个独立电影学校被当局关闭 两个独立电影节被取消 组织者还遭到了当局的恐吓 分析人士指出 对独立电影人的打压 对自由文化的管制 是中共最近加紧控制舆论的右翼例证 请看一下报道 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 8月23号在北京东郊宋庄开幕 但是当天就被当局叫停 美联社8月30号发自北京的报道说 北京独立影像展创始人之一 王宏伟表示 北京当局出动警察到第十届 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式现场 并勒令立即停止活动 之后主办方不得不更换地点和节目安排 才得以继续举行 香港作家张成绝表示 电影曾说在所有的艺术中 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延续苏联传统的中共 把电影也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普通的拍电影 它表达的想法 或者说要传达的信息 五花八门了 百花七花吧 中共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 因此老局对这个事情 一定是严加控制 张成绝指出 中国大陆的独立制片发展很快 在国际电影节上也越来越受到注意 而且得奖也不少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 北京独立电影导演范波波 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兄弟 也是这次北京独立影像展的 参展影片之一 他在30号晚间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现在中国独立电影圈流行这样的说法 在中国独立电影节有两种死亡方式供选择 一是自杀 二是他杀 这是他们一贯的残酷的邪恶方式 就是不允许独立与自由精神的存在 用一切手段来压制民间的对这方面的自由文化 做出了这种努力 想用他们的这个党文化这个铁棒来一统听教 据报道 今年三月的第六届云之南记录影像展被当局取消 已经感知大力的独立影视人被告知 不得参与任何组织影视活动 去年11月 在南京东郊举行的独立电影节也遭政府打压 一些原本出资赞助电影节的投资商 在中共当局的压力下纷纷撤资 除了各种民间电影节受到当局打压之外 上个月警方还下令关闭中国唯一的一座独立电影学校 北京立线停电影学校 并指控这个学校宣传反社会思想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 曾经参与512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 截后天府类纵横的拍摄工作 夏明教授表示 中国独立电影界在过去几个月 遭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 这是当局加大对言论自由钳制的有益力证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发表报告称 自今年2月以来 中共已拘押55名维权人士 抓捕了一些著名网上异议人士 包括正北行区的北京知名法学家许志勇 广东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 独立制片人杜斌等 从8月20号以来 中共又开展所谓打击网络谣言的专享行动 北京的秦伙伙 薛蛮子 D2差4 周禄宝 傅学圣等多位微博红人 网络大V相继被捕 中共当局要求互联网遵守7条体现 发表言论不得阅限 宋庄市人王藏表示 中共害怕自由文化冲击他们的执政根基 所以抓捕异见领袖 对举办展览设置各种阻碍 目的是要有独立思想的人不得安宁 我认为当局比较好的做法 就是能够顺定时代潮流 开放民意表达的渠道 要压抑的话反而不行的 就好像大雨至水 用的是开导 疏导 而不是赌 张成学指出 压力越大 反抗力越强 当局应该用开明的态度 让群众自由表达自己的心声 堵塞只能让官民对立越加激烈 我为自己控制一下